张柏芝三胎身份终于揭开,喊谢霆锋爸爸,谢贤亲自接回家。 张柏芝和谢霆锋曾经很多人都羡慕的一对金童玉女。 两人在2006年结婚,并生下两个儿子,可令人叹息的是。 这段婚姻之维持了六年时间,便宣告结束,两个儿子由张柏芝抚养。 张柏芝喜欢小孩子是众所周知的事情,可令人惊讶的是,在2018年,张柏芝突然生下三胎儿子,孩子生父身份不祥。 张柏芝生下三胎儿子后,媒体们纷纷追问张柏芝孩子生父是谁。 张柏芝始终闭口不谈,不愿透露三胎儿子生父信息。 有人猜测谢霆锋是他第三个儿子的生父,但张柏芝没有回应。 不久前,有报道称张柏芝和谢霆锋团聚了。 据说谢霆锋是深夜抵达香港街小王子的,在娱乐圈纵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情节。 故事可能是偶然发生的,也许是故意的,为了庆祝新年。 普通人放下工作,开始考虑回家过年,就像人们常听说的。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。 据报道,张柏芝将带两个儿子回家过年。 前段时间,谢霆锋认出张柏芝的第三个孩子是他的孙子。 最近有人问谢霆锋张柏芝的第三个孩子跟谢家有没有关系,谢霆却说不关我们家的事。 谢霆的话显示张柏芝第三个孩子的父亲与谢家无关。 其实这些年来,谢霆锋对张柏芝一直很满意。 他们离婚时,谢霆锋就表示自己说不通儿子,尽管离婚了。 张柏芝还是会让两个孩子逢年过节去探望爷爷奶奶。 据港媒报道,谢霆锋把张柏芝三个儿子都接回家过年。 对张柏芝的三儿子也非常优待,这个年过得其乐融融。 谢霆锋透露谢霆锋张柏芝早就已经复合了,然而这只是谣言,根本经不起事实的推敲。 近日有网友与王妃谢霆锋同友日本,两人非常的甜目嫣爱。 十分直接地打破了谢霆锋张柏芝复合的谣言。 其实,谢霆锋一直很喜欢张柏芝,也非常感谢他养育了两个谢家的孩子。 最近。 由于张柏芝的第三个孩子,一些记者找到了谢霆。 谢霆锋也亲自说。 我很喜欢我的三个孙子。 谢霆锋的声明很快也让网友猜测。 第三个孩子的父亲是谢霆锋,谢霆锋很快依旧明确表示。 他不是张柏芝第三个孩子的父亲,关于他们再婚的消息也是假的。 以前王妃和谢霆锋分手的消息也在网上传开,王妃的朋友也胡说八道。 而张柏芝跳舞太好笑上热搜,参加姐姐二男翻身,私生活更受关注。 近日,张柏芝因为一段不太协调的热舞上了热搜。 不少网友调侃张柏芝跳舞太好笑了,从放出的视频来看。 节目组也一点没给张柏芝面子,把他一边踩点歌词。 一边上气不接下气跳舞的练习场景放到了网上。 而且其中还剪辑出了评委与一些明星对于他舞姿的微表情。 有网友评价,唱跳之前信心满满,唱跳时候做不到动作协调,更有人评价,还是安安静静唱歌吧。 不过说句实话,从张柏芝第一场的表现来看,除了扮香稍微能露眼外。 他的唱功其实也很普通,加上他的国语一直有些差强人意。 即便唱了他的承名曲《心语心远》,也实在难以令人满意。 如果横向比较一下。 张柏芝在整个姐姐团里,出镜实在相当尴尬。 不得不说,张柏芝的出镜也与姐姐二的定位有关,不少网友表示,第二季不如第一季精彩了。 姐姐们似乎失去了百花齐放的多样性,重新开始戴上了人设面具。 而且脸上写着想翻红的目的性太明显了。 没有第一季的游戏感,以及未知感。 第二季从一开始就回到了人设对标,资本入局的原来模样。 郎姐二夜从女性乌托邦变成了翻红名利场。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,这一届的姐姐们,从热度依然在大排到消失依旧的笑透明。 都格外乖顺,对节目的流程,评委的大分。 观众的期待号整一侠,万事俱备,知欠唱跳。 第一季,黄晓明被调侃为端水大师,因为舞台上谁都不好惹。 节目组遵循着不能热的姐姐,姐姐们想着试一试,玩一玩的心态。 结果真实呈现了女明星们的另一面,让观众非常好奇,觉得有新鲜感。 但到了这一季,姐姐们开始趋利避害,只要准定位,目的只有一个,翻红。 对于大部分女明星来讲,她们真正想破了浪。 都与自身利益有关,默默无闻的要话题,过气地向翻红。 出了作品的要完成KPI,豪门太太想独立,单身妈妈要赚钱。 郎姐经过第一季的证明,无疑是她们当下最好的一个平台,于是她们纷纷打出各种牌,资本。 美貌,人设,精力,最后或虚才是畅跳实力。 究竟做什么其实不重要,但她们太需要青春之外的人生剧本了。 其实,只有撕掉原有的标签,才能证明那些标签不重要。 但女明星们太过渴望翻红,所谓的破浪。 不过是把丢失的,对自己有利的标签又重新贴了回去而已。 纵观张柏芝的事业,可谓手握王炸,却打一手烂牌,她的职业态度一直受到质疑。 说白了,就是完全靠天赋和运气,没有付出多少努力。 加上自己私人生活的多次错误选择,才导致她的事业和生活变成了如今的样子。 年过40岁的她,19岁凭借柳飘飘一炮而红。 不到20岁就收获极大的成就,可谓出道极巅峰。 靠着向泰提供资源,她喜约不断,甚至为捧她拿奖。 为她单独定制了角色,可刘德华却暗地里评价,有一次她在拍戏。 却发现有女星还在一旁拿着手机打电话,要订名牌包包,而且一口气要了几个。 张柏之演戏挺多,但演技的提升有多大,就人者见人智者见智了。 比起她的演技和事业,她的八卦也许更令人感兴趣。 她的发展一直离不开向泰的鼎立支持。 就连她出了事儿,被媒体攻击后,向泰也站出来帮她说话。 吴熙公开持责责关西和谢霆锋,结果因为职业态度,她惹怒了向华翔。 甚至不惜与向泰撕破眼,一度让向泰非常难过。 如今,她资源不好,很大程度是因为向泰不再给她输送资源,失去了靠山,后果可想而知。 最令人错愕的是,张柏之结束第一段婚姻多年后,居然独自生下第三胎,而且一直不敢对外公布孩子的生负。 导致外界猜疑不断,谢霆锋和星爷先口出来闭谣,影响颇大。 失去了演艺事业,张柏之独自带着三个孩子,自然要努力营业,之前开了服装店。 现在又积极参加内地综艺节目,但翻红的走势却一直不太好。 看看她在节目上的表现,也是不痛不痒,很难看到她为此的努力和决心。 希望张柏之在后面的节目中能真的撕掉标圈,不要靠卖情怀,吃老本来收割流量和热度。 原本是打有前途的演员,如今变成这样,的确令人唏嘘不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